步入2023年下半年环保行业 批易处于底部 往10倍以下调整空间不大 行业未来3到5年将进入横向并购加速期 国资城市公用平台是重点整合标的 作为一种环境治理与新型贸易保护手段 欧盟碳关税将于2023年10月进入过渡期 2026年正式实施 碳关税绿色新政的逐渐落地会如何影响中国市场呢 碳关税会给中国碳市场及二级市场投资带来什么激 如何挑战 哪些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业绩和估值是否会承压 碳价背后差异的深层次的逻辑是什么 对标欧美千亿市值的环保公司 中国百亿市值企业成长空间巨大 未来3到5年 环保行业横向并购及资产整合加速 当前环保行业 PE在10到15倍间往10倍以下调整空间 不大 年内CCER以新面貌出台概率不低 什么是CCER 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 Carbon Credits 通俗地说 CCER是京都议定书下清洁发展机制 CDM的交易标的 合正自愿减排量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简称CER的中国版 是一种碳信用 典型的碳交易市场 由碳排放配额和碳信用 两类交易标的构成排放配额 是特定排放主体 获得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而碳信用是各类经济主体 所能实现的减排效益 具有减排效益的经济活动 可以通过交易碳信用对应 的碳资产在市场上取得收益 因此这是碳定价的重要 支点 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最早的国际碳交易机制 联合履约机制 GI排放贸易机制 ET核清洁发展机制 CDMG CDM之后 国际上又出现了多种 并行的碳信用标准体系 如VCS标准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GS黄金标准 Gold Standard等 各自对应不同的交易体系 他们在全球范围开展积极 竞争 中国的北京环境交易所 曾经在2009年哥本哈根 气候大会上提出熊猫标准 Panda Standard的这个名字本身 就带着强烈的国际名片色彩 参与CDM是中国人参与碳交易的最初体验 它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公约的共识框架下 向发达国家卖碳 减排量 中国第一个CDM项目是位于 内蒙古的灰腾锡雷风电厂 注册于2005年6月 在2017年6月北京上装燃气热电公司 的区域能源中心项目完成注册后 中国迄今未在有CDM项目注册中国 CDM项目的开发与交易 在2007到2009年达到顶峰价格最高时 达到过30欧元美 吨 相比之下 后来中国的区域试点碳市场 大部分的成交均价在20元人民币上下 而去年启动的全国性碳市场的碳价 较长时间保持在50元人民币左右 优厚的价格刺激了CDM项目交易的繁荣 12年间共1478个中国项目得到签发 累计开发9亿吨碳资产交易额数百亿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 2002年至2020年末 全球碳信用注册项目共18000多个覆盖约43亿吨二氧化碳 其中一半左右由CDM签发 另一半来自其余的国际 标准体系 CDM逐渐退潮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 2009年中国首次宣示了自己的气候行动目标 这要求形成国内的减排机制 在这个背景下 中国的碳信用也开启了国内市场时代 2012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 为CC12交易市场搭建起了整体框架 2013年中国雷厉风行的启动了7 各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 各地开始积极实践探索 由于CC2可以抵消部分排放 配额又可以直接在碳市场交易 于是拥有新能源业务的集团企业 纷纷成立碳资产管理公司 围绕减排量项目的行业创新思维也层出不穷 比如渔业碳汇概念一经提出 多个试点项目很快上马 经过几年的尝试 区域碳市场成交均价有的在40元以上 有的低至10元以下大部分在20元上下 而CC2价格与配额价格关联 彼此不相联通的区域碳市场 无法充分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 导致碳价长期低迷 同时随着CC2项目越积越多 项目开发也开始呈现出低价竞争的不健康局面 2017年3月14日 对CC2从业人员来说是个断崖式的日子 国家发改委这天发布公告 表示由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 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 为了完善和规范相关交易 暂停新CC2的申请受理 但已备案的CC2项目仍然可以交易 2018年应对气候变化职能 从国家发改委转力到生 太环境部 今年2月 生态环境部将以布市连件的形式支持 北京市承建全国CC2交易中心的消息 建筑报端 CC2交易系统开发工作已经完成 上半年有望启动的消息在方间盛传 2021年全国碳市场虽然总体配额宽松 但市场对CC2的期待还是日渐饥渴 到2022年初 CC2项目的价格在45元每吨 但其中现货项目却非常稀缺 洽谈中的项目则已指向 CC2重启后一年的期货 这体现出市场对CC2的需求旺盛 但供不应求 按照现行规则存量 CC2可用于抵消最高5%的鹰青角配额 而首个履约周期的控牌企业合销 一举就消化了3300万吨存量CC2 超过了2012到2017年的总和 根据业界粗略估算2017年暂停新项目受理时 市场的存量CC2为4000万吨左右 目前已得到显著销化在全国碳市场启动以来的近11个月里 中国碳市场的决策层牢牢 继取着CC2供大于求的教训 做出了不同角度的提前调试从全球范围来看 碳信用签发的主要项目类型有 林业农业碳补及与封存 能源效率燃料转型一散排放工业 气体制造业可再生能源交通运输等 其中以林业项目最为典型2015年到2020年间 全球累计签发的林业碳信用占总量的42% 2021年9月中办国办出台的 关于生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滑出 了未来政策支持的三大CC核心项目类型林业 可再生能源和甲烷利用 这在纷繁的碳减排项目类型中画了一个圈文件出台 半年来 这个圈已经深刻影响着中国CCR的市场预期和碳基金的投资走向 它代表决策层希望引导高质量的CCR 避免咱们一开再度供需失衡 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双碳目标路线图上的 优先关切可再生能源是新型电力系统的基础 林业是最典型的陆地碳汇项目 并且密切关系到中国一直坚持的森林蓄积量目标 而甲烷利用涉及到中国广大的农牧业基底 并且直指天然气行业的清洁发展 除此之外 CCR作为一种多功能的金融资产的属性也在得到加强 2021年7月22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行业标准 环境权益融资工具JRT0228-2021开始时 是包括CCR在内的环境权益资产在 金融市场上的操作被纳入标准化轨道 今年4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行业标准 碳金融产品JRT0244-2022 明确了典型碳金融产品的实施流程 相比碳配额碳信用所具有的金融属性更强 能够支持更多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和流通 如果碳金融市场更活跃产品更丰富 将有利于把更多资金被引入碳排放投资 也会对碳排放权的一级市场产生正反馈 紧锣密鼓出台标准是金融行业在为CCR付出加 紧做准备